昨晚汪小飞现身自己品牌的直播间进行直播 前半场看上去十分开心 状态也是不错的 期间还会和员工们开玩笑 看来也是丝毫没有受到近日与张盈盈绯闻事件的影响 不过随后汪小飞就被网友们给惹怒了 原来在汪小飞直播期间 不少网友们都开始刷屏 询问汪小飞与张盈盈的恋情 更是有不少网友在直播间弄骂张盈盈时小三 也有网友表示知道汪小飞和张盈盈在一起 自己已经不再喜欢汪小飞 看到这些评论 汪小飞立马就变脸了 不仅将手里的东西摔到一边 更是满脸不悦 此时起汪小飞全程在直播间摆臭脸 完全不说话 相当于停止了直播 主播在旁边也是满脸的尴尬 在一边自说自话 对此 不少网友们表示 汪小飞应该是互妻心切吧 虽然不知道现在汪小飞和张盈盈 是否真的有订婚 但是目前来看 应该是恋情稳定 感情升温迅速 尤其是最近 张盈盈现身 网友们都发现 张盈盈无名纸上带着大钻戒 故意在秀恩爱一般 而汪小飞在直播的时候 也是无名纸带钻戒 看上去就是求婚成功的既视感 所以台媒都表示 汪小飞被张盈盈给套牢 应该会在短时间内再婚 尤其是汪小飞带着张盈盈探店 两个人手拉手 张盈盈已然是老板娘的既视感了 所以网友们也是调侃 张盈盈果然就是很有手段 汪小飞这么快就成为了囊中之物了 看起来年轻 颜值高 身材好 果然是吸引男人的致命法宝 虽然很多网友们说 汪小飞和张盈盈是婚内出轨 但是汪小飞和张兰 都是跳出来失口否认的 而汪小飞从来不回应 自己与张盈盈的关系 也不提及张盈盈 被网友们理解为理亏 因为每一次回应 都会被网友们很快 拔出蛛丝马迹来打脸 虽然汪小飞数次否认 但是网友们早已经拍摄到实锤证据 尽管汪小飞和张兰怎么说 网友们心中都有一杆秤 并且张盈盈还经常晒出动态 由于汪小飞情侣配饰 还有同款的情侣衫 完全就是在秀恩爱 户气心切 汪小飞直播间有说有笑 看到网友骂张盈盈 当场变脸摔东西 网友们也希望 汪小飞能够赶紧出来澄清一下 毕竟是男儿 应该敢作敢当 这样网友们才不会继续申巴各种细节 反倒会释然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大S的眼泪 汪小飞这号男人 怎么就从红玫瑰变成了蚊子血 她曾经是美丽精致的一线女星 亦是大龄黄金圣女 满心寻找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 要有钱 要懂爱 要有品味 当然对于颜空的她来说 还必须要长得帅 她简直就是和心中的白马王子 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一只活在她心中的红玫瑰 京城四少之一 知名富二代 操着一口流利的法语 颜值高 我要给她生孩子 这就是我要找的人 生日会上 她看着灯光笼罩下的她 情愫顿生 和她在一起 我总能感觉到踏实温馨 她也迷上了看上去温柔平和的她 于是 天雷勾地火 仅见了三次面 她就认定这辈子就是她了 婚礼设在三亚海棠湾 亲朋好友悉数到场 等了这么久 她终于嫁给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 她幸福地看着她 眼睛里泛着点点泪花 没过多久 她就怀孕了 投胎女儿是剖妇产 她看着手挤刀落 恐惧 痛苦 疼痛 她都挨过了 没什么大不了 想到马上就要降临了 他们第一个爱的结晶 这些又算什么呢 接着 她还想再生第二胎 无奈 这次竟是早产 她痛苦极了 咬着牙努力不让眼泪流下来 加了止痛药 却由于药物过敏 引发子咸 两次住进ICU 甚至当场断气 抢救了十几天 她才脱离险境 但她从来不后悔 就算是因此 差点去了鬼门关 她还想着再生第三胎 只是由于胚胎发育不全而隐产 这大概就是爱情的力量吧 足以穿越生死 穿越所有的恐惧 当然 她也懂得投桃暴力 对她从来体贴备质 知冷知热 她心甘情愿为她剥虾 面对网友的争议 她还多次力挺道 老公为她剥虾怎么了 生了两宝贝 走了一趟鬼门关 还不能让老公剥瞎啦 瞧 多暖心 由于她身体不适应北京的气候 不是缺氧 就是心脏痛 她只能带着孩子住在台北 于是 她不能不两地飞 难来北往 据说起码飞了七百多趟 她时常对她笑着调侃道 这些机票 就是我对你爱的证明 她很喜欢晒于孩子们的日常 社交媒体上 满满都是她与孩子们的身影 夸她漂亮 温柔 天下第一 把她和孩子夹在一块 称三个宝贝 她心里喜滋滋的 看起来这小两口 刚开始的日子 确实甜蜜极了 只是 这红白玫瑰之间的敬畏起初 可能并不分明 稍不留神 就变了颜色 她感觉很纳闷 本来明明是那么情有独钟的 一只红玫瑰 怎么就一下子 变成了自己拼命想逃离的 蚊子雪呢 生气勃勃的她 出身一般 却号称狼女 对于自己想要的 就算付出任何代价 都要得到 为了变美 她从17岁就开始护肤 每天化妆一个半小时 卸妆三个小时 拒绝黑色食物 一年四季全套防晒 还常年吃素 入睡前 要穿齐 束缚衣和束裤 连续三周 每天只吃一根香蕉 高喊 要么瘦 要么死 甚至最后胃痛住院 在事业上 她也是狼性十足 凭借着流星花园中 山菜一绝走红后 她快马加编 出版美容大王一书 两周内再版七次 销售达十万本 上海电视节 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等 各类奖项拿到手软 因为我结婚前 就是一匹狼嘛 虽然结了婚之后 就是有家人了 但是我的个性 还是一匹狼 就是你要我出去 密室打猎也可以 采访中 她这么说道 再看她心仪的这朵红玫瑰 帅字不用说 出身幽渥 敲江南的少东家 受尽母亲宠爱 十六岁就前往法国留学 学成回国 就成了母亲事业上的得力助手 与贝克汉姆 李扬纳多 钟田英寿等谈笑风声 坐拥数不尽的财富和恩宠 好一朵人间富贵花 一个是要自己冲锋觅食的狼 一个是天生的富贵花 这分明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嘛 她喜欢安静 被娱乐圈过度曝光的她 早已厌倦了各种嘈杂声 她却很喜欢热闹 本来她是不想办婚礼的 和亲朋好友吃顿便饭就好 爱船局的她 偏偏来了个世纪婚礼 隆重又浪漫 只是天空不作美 她的头沙被大风刮走 嘉宾的嘴里填满了沙子 不知她当时是不是感觉烦死了 她很不喜欢过生日 更反感唱生日歌和吹蜡烛 但她却不厌其烦地 给她办各种生日宴会 至少凑几十人 每到这个时候她总是会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去招待 她有一些公主病 不时地作一下 一会儿来一句 我做的咖喱饭和福渊爱煮的有什么不同 一会儿又撒娇道 你有没有后悔取到我 而她只会 嗯嗯 都挺好 典型的神经大条的直男 更糟糕的是 她竟然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敲江南经营不善 茶饮料品牌倒闭 旅馆经济危机 就算是一个劲地用她的名气来吸粉 也无济于事 还真是被王思聪 炮轰出了真相 她不仅没有棒到大款 反而被对方消耗了名气 唉 真是越看越不顺眼 究竟是爱退了色 还是红玫瑰 蜕变成了蚊子血呢 像当初那样一个翩翩少年郎 怎么就被生活 磨成了这般模样 当然 这并不影响她继续成为别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继续做别人眼中的红玫瑰 有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年轻女子 主动投怀送抱 比如张颖颖 只是她确实累了 一句希望汪小飞永远过得比我好 之后她放下了 转身走了 岁月就像一条深邃的河流 左岸是曾经热烈奔放的红玫瑰 右岸是被抵挡的 失却光滑的范年子 中间飞快流淌的 是心中隐隐的伤感 怎样才能成为一颗永恒的朱砂质呢 需要你不远不近地隔着她 若有若无地关心她 欲据还迎的与她谈虚渺的人生 与深奥的哲学 当然 每次见着她 还必须收拾得美好而妥帖 看看 只是她还是架不住爱情到来时的飞蛾扑火 硬是把适当的距离给扑没了 活生生地把心口的红玫瑰 扑成了一抹蚊子血 我知道你懂了 可就是狠不下心肠 做不到 否则又怎会有大S这般的惆怅呢 就成了一抹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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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订阅